大家好,又是瘋點這個節目 上一集講到白鯊師傅和我這五年間的合作 以一個網台或者網絡的節目頻道來說 這個我相信一定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經歷了五年 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和師傅我覺得在合作上 是一個或者是一件最永遠不會忘記的一件事 就是我拍攝的一系列每年都會做的 就是這個十二生肖流年運程 我最記得就是在13年或者4年 剛剛第一次去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在Youtube那個收看的人數 每一條片可能是說得幾百 或者最厲害都是一個千零二千 那十二的生肖其實你可以數的了 加上一萬五都不夠 但是那時候我和師傅是沒有氣餒的 每一年都是繼續去做 而亦都可以不斷地宣傳去 其實目的就是為了做好一件事 就是提供到一個真正的資訊給大家 所以這件事是很有挑戰性也很有趣的 因為其實由開始的錄音 接著到錄影 其實那裏是錄影之後 更加有很多剪接或者特效要加進去 那我自己都是剪到數了 而由14年開始的時候 那個人數觀看可能不行 剛才所說幾百最厲害都是一千二千 去到2018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那個十二生肖加起來 是有五十萬人次去看的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值得 因為也是我自己認為 只要你去做那件事是堅持不懈 到最終你都會有一個成果 連這一點也都是在這個網台風雲 我想介紹 我想說回八位師傅 就是印證了這件事